怪骑魔出怪招 用骑马局来应对王铁锤的中炮 那效果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这盘精彩实战 铁锤呢当头炮 怪骑魔把马跳 红旗上马 可以的出狙 红的出狙之后 黑旗呢很自信 来了一个驱头屏幕马 红旗呢在这里选择了冰漆进一 黑旗呢就逐漆进一 那红旗过河局 走到这儿黑旗两大主流变化 一个是平炮对居 一个是躲马盘河 他呀都没有走 他补了一手三项 等红旗上马之后呢 他呀再补一手试 这就是传说中的 骑马局 那红旗呢也没有认怂 接受他的挑战 摁中这个马要吃死他 那黑旗呢就浸泡 红旗这个时候不敢吃 吃的话 打兵 边打二怪 那打一将以后倒底炮 这个受不了 而且呢一打打着还是个死鸡 这两边鸡鸡 吃到这儿你看你没有位置 所以说呢红旗肯定是要 进兵不能让他打过来 这个时候红旗不能走并五进一 因为你走并五进一 他有个鸡平四以后点到兵线 那黑旗吃掉 红旗吃掉 黑旗继续往下冲 红旗回个窩心马 黑旗呢再下个底炮 黑旗弃完马之后 最大的补偿呢就是这个小竹子 这个小竹在占据了这个生命线 兵线控制住了这个马 所以说呢红旗呢进兵 开散这个炮架 黑旗走到这儿 大致啊有三种变化 一个呢是定居保住足 一个呢是点到下尔线 等红旗打完之后啊 他再退回来保住足 一个呢是炮击编冰 暗保这个足 实在呢他都没有走 他都走怪招 他呀平了一步 那这招平足应该说不是很好 因为这样呢控制不住这个马呢 红旗这个卧心马呀跳出去了 黑旗呢又走了一步软手 他走了一手炮吧退一 这个同样退炮 他应该直接一步到位 炮吧退三 形成一个弹子炮 在这个兵线呢构成一道封锁 那红旗继续冲 黑旗呢没理赶快出狙 那红旗呢就平炮 下一招吧也准备出狙 黑旗把这个吃掉 红旗先出狙 抓一下炮 那黑旗这时候啊又退了两步 形成了一个弹子炮 这个黑旗现在虽然少恶子 但是有个过河族 尤其是现在还多一个中族 以后中族再过了河 再拉住手 那就以后这俩族拉住手 现在一个大族 尤其这个 这个中族走到这儿 这个像个钉子一样钉在这儿 你的俩马呀都没位置上不去 那红旗呢在这里啊 一不做二不休 我兔还给你 兔还给你之后呢 我现在吃了你的马 吃了你的族 而且呢我多吃了你俩巷 这个走的呀很有大局观 他对局那他不对 他把中族给他干掉 黑旗平击捉马 那马有根 他不管 他捉一下足 那黑旗呢先来一将 红旗补一手试 然后啊他再来跟你对局 红旗不对 躲开 那黑旗呢撵着队 那红旗一看既然避让不开了 那队就对了吧 黑旗吃掉 红旗呢来一手回马金枪 回马金枪之后 下一招啊就准备把炮给你对了 打破这个封锁 以后进去吃马 炮击鞭兵 这个巨马炮啊 三子归鞭 攻击这边空门呢 那他受不了 他赶快呀高居 准备呀以后吃兵 来攻击这个马 而且呢支援这边 红旗呢很老练 先飞一手像 黑旗呢 挺个炮 那红旗呢平居 一旦让这个鞠杀出去 那可不得了了 所以说呢黑旗害怕 赶快平炮再拦住 红旗呢这时候啊 走出一步好旗 线马 投标断流 下一招啊 强行要把鞠杀出去 你现在你不敢用毒吃 你用毒吃把鞠给你飞掉了 你要是用炮打 那他吃你的炮还是杀出去 那黑旗呢选择了一手啊 黑旗选择了一手啊 先吃兵 那他把这个一吃 你现在不敢打呀 你打他杀你一僵 你足以吃 然后把这个鞠啊给你飞了 他这个鞠处于一个险地 所以先抓一下炮 那红旗呢炮退两步 黑旗这时候再打 底下还要较僵 那他把炮啊先缩回来 现在杀着氏呢 他把氏落回去 那红旗呢就上马了 下一招就准备把中炮给你对了 这些子力啊都解放了 黑旗也拦不住就上马 那红旗呢走得很简明 吃掉 这样一番交换完 虽然说像他大子一样 但是呢黑旗呢少俩相 缺相怕炮 红旗呢恰好呢是一门大炮 但是这个弹旗呢会非常非常难下 他选择上马 红旗呢这样吃一手氏 追起仰角氏不怕马来将 退居 他底下这个马 黑旗退回 红旗再上个氏 先补后阵型 那黑旗现在这个缺俩相 这个锯呢领着一个笨马 那怎么办呢 那要想族 拱鞭族 黑旗呢也深得要领 他选择了一手定鞭族 那红旗呢再吃一手氏 这手之氏呢一招两用 一个呢是预防你以后的这个卧槽马 一个呢是给炮啊当炮架 以后借助这炮架要下底江来杀氏 黑旗呢进马 红旗呢靠高一步 下一招啊想扣鞭帽子呢 还要往这边移 搞蒙弓 那黑旗不答应 来一将 再把炮垫上 再把锯退回去 你再高起来 他又一将退回去 跟你来回走和旗了 红旗呢主动变招 飞向半马 那黑旗呢来一将 红旗再飞个向 他又选择站住这条线 太怕呀红旗甩过来以后下底江 那红旗呢就定居吃足 那这小族可都是宝贝疙瘩呀 可不能随便让人家吃 平居保住 那红旗呢过来捉马 这个小马呢 没法逃 只能往里面跳 红旗再退回来 下一招再一抓 这个马给你赶到这里面 就要被捉死了 所以说呢他赶快退 那红旗呢终于 通过这个捉马的这个盾串 抢到了这条要线 抢着这条要到之后 下一招一将 这就要破你的事了 赶快下试 让他又过来顶马 飞旗只能再退 红旗呢出帅 下一招啊 一将一落势 要给你搞绝情铁门栓 他赶快又织一首试 哎红旗走的呀 非常非常的精妙 他先走过过门 平过来 威胁你一下 你这个时候你再落势 他平一将 你只有知识 他再一甩去叫杀 你一出老将 他再回过头来一将 以后飞向落势 这个又要搞绝情铁门栓了 黑旗被逼无奈啊 他不敢落下去了 他扬个高势 那这样呢红旗一将 然后呢把势给他一破 黑旗呢就赶快进居 准备啊扫兵 红旗呢来一将 黑旗只能出到这边来 红旗呢先坐大堂 抢住中路 黑旗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先吃兵 以后准备把小竹子过河 那红旗呢平炮过来 拉住 那黑旗呢就继续进边族 走的也很毒啊 红旗呢退居 杀马 黑旗进马 再捉 你这个跳一将啊 是帮忙的 因为你跳一将 他正好老将尽忠 以后落相要白脸将来杀你 所以呢他没有进来 他退回去 退回去呢 他呀先来一将 先来一将 这个很尴尬 你不敢落尸啊 一落尸这个一将 又要四处抽僵了 这样呢只能电锯 电锯之后呢 这个锯呢被吸住了 红旗呢进帅 黑旗呢进走 红旗呢先捉一下这个锯 让你去啊 离开这条冰线 啊 进两步 红旗呢落尸 黑旗平足 红旗呢下也不要了 落个像 给你吃这个像 他敞开中路啊 以后就有捉马 以后捉士 要逼迫着你啊 弃局啃炮的这些手段 黑旗呢过不上吃这个像 再过河一个 想着以后啊 平足过来拦 那红旗呢就动手了 来一将 下去 然后啊 再捉马 你这个马现在怎么办 你往前进 他就拘禁一 来杀你的士 准备一招制敌 那样你只有弃局啃炮 他现在就选择了回马 这样用马呢来护住这个士 那红旗呢就来一将 再来一将 然后啊 把马一吃 这样呢 红旗多子 这个 鞠呢又被拉入 他下一招还是要退回来 杀士 那这个旗呢 这个黑旗呢 他又顽强抵抗了一下 他选择了拼足 那红旗呢 最后选择了 退局杀士 那黑旗看 这完了 你要是拼足过来 揪住吧 他也是 吃你的事 你要是下个试吧 那他把这个鞠甩过来 点两将 还是要控你的事 你老将也进不去 这么被拉住 那还玩啥呀 投贼任父吧 这边 感谢观看